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洲议会通过挺台决议 据中共代表台湾 在节目结束后 我们将会介绍健康520推出的一款全新产品 补气18位 补气18位专注于补充人体气血 改善因气血不足引起的各种问题 而三高代谢宝则帮助排出体内毒素 全面调理身体内脏的功能 这两款产品相辅相成 共同提升您的整体健康 如果您感兴趣 请不要错过 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 据路透社报道 普京24号在金砖峰会上说 中东正处在爆发全面战争的边缘 中共党魁习近平称呼伊朗总统佩泽西齐阳是好朋友 好伙伴 不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都将毫不动摇发展同伊朗友好合作 英国快报24号说 以国防部长加兰特重申要打击伊朗 他表示 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 这让人们担心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 可能触发三次大战 分析人士形容说 对于伊朗以色列甚至中东来说 目前的赌注太大 两国间如果爆发全面战争 不仅可能破坏加沙和黎巴嫩停火 还可能导致美国出兵支持以色列 台湾民主创新协会秘书长吴建中分析中东局势说 我认为以色列国家意识来讲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接受任何国家对它的侵略 所以以色列跟伊朗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我认为是有很大的一个几率 目前伊朗总统正出席金砖国家峰会 这次峰会正好成为中俄一领袖碰头的机会 邪恶轴心借机商讨 如何互相呼应 如果中东开战 普京在俄乌战场的压力可能会减轻 习近平力挺伊朗说 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 中医关系的战略意义更加凸显 中方愿与伊朗坚定互相支持 吴建中分析说 中共在中东地区的涉略很深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为了他自己的一带一路的一个战略 所以在中东如果爆发战争的话 恐怕受损伤最深刻的应该就是中共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中共在中东地区的能够失利上面 其实是相当有限的 中共与哈马斯和真主党的联系被曝光后 以色列和中国关系恶化 以色列和台湾越走越近 这种地缘政治的改变 对中共将有不利影响 吴建中谈到 以色列其实早就给中共颜色看 中共派出了一支IT的团队在协助黎巴嫩的真主党 帮他做资讯还有地下堡垒的这些工作 结果以色列因为知道这个情况 所以直接就用军事来解决 就直接送了几颗飞弹过去 结果中国的IT人员全部跑光光 对以色列来讲 他用这种方式告诉中共 我已经知道你的这个利用联合国维和部队 私底下偷偷摸摸的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对我的国家利益产生危害 所以中共自知理亏 所以也不敢生产 就匆匆的离去 10月8号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突然声称 以色列的合理安全关切也应得到重视 显示北京急于挽救和以色列的关系 林宝华当时在心头壳发文分析背后的原因说 以色列连续斩首哈马斯两代领袖 与黎巴嫩真主党投资 战绩辉煌 如果美国也这样 习近平岂非无法安寝 而且习想改善美关系 不能不从改善与以色列关系开始 因为犹太人在美国主要行业有极大的影响力 现在习近平又公开力挺伊朗 外交路线可以说是左摇右摆 这样网友调侃说 习近平的话证实了邪恶轴心的存在 以色列下一个目标是哈梅内伊 那再下一个是谁呢 印尼政府24号表示 一艘中共海警船24号 再度进入印尼在北纳土纳海的专属经济区 骚扰印尼研究船 印尼派出海巡队将之驱逐 这艘中共海警船 四天内已经是第二次进入这片有争议的海域 印尼海事安全局声明说 将持续在北纳土纳海域进行密集巡逻和监视 确保地震探测顺利进行 及维护印尼主权权利 另外 秘鲁北部皮乌拉地区的渔民10号 举行了示威游行 他们抗议 中国渔船不仅在秘鲁沿海经济区附近 进行工业化捕捞 而且还进入秘鲁的经济区内部进行捕捞 导致大鱿鱼的资源枯竭 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 开南大学国家际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陈文贾博士 25号表示 当前中共的海权扩张 不但遭到菲律宾的坚决抗意外 近年来 印尼和秘鲁的指责也不断升高 反映出全球多国对中共侵害专属经济区的行为普遍不满 在印尼方面随着中共海警船只 这个速度的进入北纳土纳海专属经济区 并干扰印尼研究船的一个地震探测活动 印尼政府加强巡逻 并采取了驱逐的一个措施 显示出对中共九段线深所的坚定反对立场 尽管中共发生愿透过外交协商来解决问题 但印尼民众对中共的矛盾心态也逐渐的显现 既视中共为重要的经济伙伴 也视其为最大的威胁 这种对立情绪 以使印尼民间抗议声让逐渐增强 秘鲁鱿鱿鱼又叫巨型枪乌贼鱼 体重大的可达200公斤 中国国内京东等网站有秘鲁鱿鱼丝销售 而且销售量很可观 这自然同中国远洋渔业船队的大量捕捞有关 中国船队经常被发现违反法律 捕猎宾威杀鱼物种 伪造执照和文件 以及海上侵犯人权的行为 中国渔船除了在国际水域用脱网过度捕捞外 还非法进入离海岸200英里以内的秘鲁专属经济水域 至于在秘鲁方面 当地渔民对中共渔船的抗议更为激烈 秘鲁渔民指控中共远洋捕捞船 非法进入它的专属经济区 并以大规模拖网捕捞方式 导致由于资源急速的减少 特别是一些船身 未然规定启用GPS追踪设备 尽管秘鲁官方声称资源估结是 阿尔尼诺现象所致 当地渔民不满政府对中共船身的农人 担忧生机受到不可逆的影响 甚至威胁到印太金河组织崩会期间 到首都去抗议 深究这个现象反映出 中共在推动一带一路的合作过程中 经济利益扩张与环保资源保护之间的矛盾 陈文甲表示 这些抗议的影响深远 首先中共国际形象将受到重创 特别是霸权扩张性海洋行为 引起全球关注 而且各国对中共远洋捕捞行为的 抵触情绪已逐渐浮现 这不仅仅是南海问题 还涵盖了其他涉及中共远洋活动的海域 其次区域紧张局势将升温 特别是印尼等国加强海上巡逻 南海局势更显得复杂 长期来看 这些抗议将促使印尼 秘入等国重新评估 与中共合作的方式 寻求更为平衡的政策 以维护国内的资源与主权 本台记者凯特采访报道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70多岁法轮功学员徐国勤 在中共迫害下 于9月份被迫流离失所 警察以他女儿为人质 威胁他回去 将他绑架到看守所 想对他非法判刑 徐国勤的老伴为此悲愤交加 突发脑溢血离世 明慧网报道 今年9月末 公安局警察和法院人员到徐国勤家进行骚扰 徐国勤就离家出走了 此后 徐国勤的女儿被警察骗去 当作人质控制了 女儿给徐国勤打电话说 说他不回去 警察就不放自己 徐国勤爱女心切 回去把女儿换出来 自己却被警察绑架 面临非法判刑 徐国勤老伴得知此消息后 非常愤怒 突发脑溢血离世 徐国勤的遭遇并非个案 2019年1月7号 青岛开发区 几个警察闯到 辖区独舵子村 法轮功学员赵仁霞家 他不在家 警察就把他丈夫绑架到派出所 警察脅迫家属 把赵仁霞交出来 再如 2015年4月11号 江西瑞昌 盆城派出所警察 闯到法轮功学员王一鸣家 没找到他 就把他儿子绑架到派出所 并抄走近10万元财物和现金 在派出所 警察24小时不给王一鸣的儿子吃喝 不准上厕所 不准睡觉 王一鸣没有办法 只有到派出所把儿子换出来 他被非法关进瑞昌看守所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需大学讲师杨贵远博士表示 中共警察该办的案子不办 有功夫就去抓好人 躲避个计划生意的 躲着结果也是这样 把家里的父母都抓起来了 就打电话把你的儿子叫过来 不叫就不放 没办法就回去了 现在破坏法轮功 还是用同样的手段 共产党本质这种邪恶 中国人那么多的摄像头 但是就孩子了 或者让他找人找不到 找坏人 或者找一次失踪的亲人 他就不起作用了 但他干坏事 他就很准 人权律师吴绍平认为 把亲人当人质绑架 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不管中共如何看待法轮功修炼者 但他们的家属没有违法 从法律角度来看 把家属作为人质 来胁迫他们交换 跟土匪绑票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通过这件事 你可以看到 现在中共对人权的侵害 越来越猖狂 越来越不顾及任何法律 作家盛雪说 在中国 法轮功学员信奉 真善忍 遇到问题 从自己身上找责任 这样的一个群体 却被中共迫害25年 中共就是用强权暴力 打击和伤害人类的 善良的情感 纵容社会恶行 欧洲议会24号 以压倒性票数 通过支持台湾的议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联合国大会 第2758号决议 错误解读决议 谴责共军 在台海周边 举行军事演习 及持续挑衅 同时称赞台湾政府的 克制处理方式 决议强调 只有台湾的民选政府 才能在国际上 代表台湾人民 议会还对联合国大会 第2758号决议 做出最明确的表态 指出 对于台湾是否参与 联合国大会 2758号决议 没有立场 强烈反对 中共曲解历史和国际规则 借此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要求欧盟 透过外交和经济手段 遏阻中共胁迫 决议表示 欢迎台湾卸任 及现任政治人物 来欧洲访问 以及欧洲议会 正式代表团 将持续赴台访问 决议中 要求欧盟执行委员会 展开与台湾洽谈 双边投资协定 或其他类型协定的 准备工作 决议支持美国 增强对印太地区的安全承诺 也支持欧盟国家 如法国 荷兰 德国 在印太区域 强化国际自由航行权的活动 欧洲议会 友台小组主席盖勒表示 自从中共 1949年成立以来 台湾从未成为其一部分 中共应该释放 在所谓 在教育营中的维吾尔人 遭镇压的藏人 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23号 欧洲议会议员 在辩论阶段时 有24位议员发言 多数强烈批判 中共威胁印太治愈安全 他们强调 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 欧盟执委会 执委施米特表示 台湾与欧盟理念相近 双方在人权 法治及民主等领域 享有共同利益与价值 并判欧盟持续强化 与台湾在各领域的 合作与对话 施米特强调 欧盟在维持台海稳定 及现状上绝不妥协 欧盟将持续 与台湾互动交流 绝不因任何胁迫而有所退缩 在视频结束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则健康资讯 根据英国糖尿病 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显示 糖尿病患者 每降低1%糖化血色素 致命风险可降低21% 小血管并发症风险 减少37% 而周边血管疾病导致的 节肢或失去生命的危险 则下降43% 将糖化血色素 控制在7%以下 可以有效降低并发症风险 近年来 许多人透过自然健康管理 搭配食疗补充品 来稳定血糖和血压 减少对药物的依赖 现在我们来听听 香港九龙的陆先生 分享他服用三高代谢保 四个月后的变化 健康520研发团队推出了一款全新的产品 补气18位 这款产品由18种天然成分精心调配而成 专为改善缺氧 气血不足和易疲劳的人群设计 是一款纯天然的高品质保健品 对于新冠后遗症患者 补气18位能提供特别的支持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前往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 这期的红潮禁闻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和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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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